解釋台灣省軍事務部長 好 這個 簽名黨團 有助理在這裡 那 這個 呃 李鋒軍委員 他說叫我們先開啦 所有的結論他都接受 就是把 是這樣子 阿不然要怎麼辦 找一個簽名 蛤 在途中 好 那我就大概先做一些報告 那么这一次我们特别召开党团的协商会议 我们有几个议题可能要做一个处理 第一个议题 5月20号刚好总统的交接是礼拜五 那早上我要代表立法院要去将国席交给总统副总统 有这个程序 那所以特别来向党团们大家请示一下 到底5月20号只要休会一天 休会还是半天还是要继续开会 只有这三个案 休会半天 休会一天还是该天继续开会 那我就我也请副院长你来主持 这是第一个案 那第二个案 5月20号改组之后 两个礼拜之内 院长要率阁员到立法院来做施政总报告 及施政的总咨询 那两个礼拜之内就是6月4号之前 务必要到立法院来 这个做总咨询的报告以及备讯 那我们现在就要选择是哪一天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来定 请他过来 那大概我们有几个时间 我来看行事例 大概5月20号是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绝对不可能 另外一个是5月24 那就四天后的礼拜二 还是5月27 就是就任之后的一个礼拜 还是5月31 5月31 就是礼拜二 就是礼拜二 那6月4号 刚好是礼拜五 那是最后一天 6月3号 6月3号是 礼拜五 6月3号亲民节 礼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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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这两个等一下要把这个时间定下来 那第三个议题是 在昨天我们 就在两天前我们 时代力量党团 有特别 请这个 有三个召开党团 党团协商要来说明的三个 第一个就是 上个礼拜五 4月29日 那中国国民党霸占主席台 是否有曾有党团协商进行 第二就是立法院职权新司法 第71条之一的解释适用 那第三点 时代力量党团 请我出面来邀请党团协商 我们第五案 绘制国家自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一案 大概有这样的一些议程 那么 我想我们就从刚才讲的第一个议程来讲 讨论事项第一项就是5月20号就职 那我们当天的院会 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就是要休会一天 还是休会半天 还是继续开会 只要针对这三个点 我们大概来做一个讨论 过期的例子是怎么来 好来来 我看是这样 因为那天是礼拜五 礼拜五 礼拜五当然我们院会召开 早上院长说一定要去 那个程序上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我认为下午还是要开 这样比较有利 好 所以是上午不开会下午开会 上午你就要去那 我去售事 你去 我跟你说不要说跟你翻队 你去 翻队没利啊 对吧 你说这个程序上你就要去那些售事 售事啦 国事 国事 国事我知道 是代表立法 不是我客人 好 这个我们可以接受 所以 好 没有你下去 不就是叫我们副一六主持 好 好 好 不然我也要做什么 没有大家要去啦 好 我们也支持啦 就是半天 就是下午的时候 开会 一桌啦 不用说话 不会啦 五二零就职 好 好 那就是半天 就是 共同群民众 整天早一亂 在那装来装去 不要啦 一半就没努力 你放心 好 那这样子 我们就 第一要我们就做以下决定 哦 贬费期 第十四次 会议定于 五月二十日 星期五下午二十三十分 举行 当时会议不进行国事论坛 这是第一 第二 定于 这是第一啦 就是刚才的结论啦 就是 啊 下午两点半开始开会 但是早上的那个国事论坛就没有了 就直接进入整个的一个 啊 这个 会议的进行 好 那这个就做以下的决定 那第二个就是 啊 我们哪一天 要邀请 啊 新任的行政院长 率同各部会 首长 列席 进行施政方针 报告 并 啊 答复咨询 那大家 觉得 啊 刚才讲的几个时间点 喔 大概 呃 5月27 5月31 五月二十四 二十四 五月二十四 刚才就職業 啊 那大家 不要跟帝司党 有什么都 寻明帝司什么人都没清楚 就要叫部会商店来 exhale 刚才第二天而已 沒啦 五月二十五到二十四天 啊 中间有拜六礼拜到拜议 肯仁 对我说啦 好来 大家計劃都沒有移轉過 柔道前那一次也是5月底 5月底 5月底 因為5.20以後他正式交接實名的會議 他現在總質詢當然也要給他時間準備 另外我們要談到另外一個問題 5.20以後 我三個月一日在23號的禮拜一 那個禮拜 那禮拜各部會所長也要進來做報告 開始有嘛 就開始要做業務報告 你馬上進來的報告 對 那這個是無縫的 不可能要各部會所長只要進來做業務報告 所以 基本上他是5月23號就進來 各部會所長說大家一定會擺 各部會所長都會擺 好 那當然那 他現在7月5月 我理會他 他這麼一樣 你會拜訪這黨總團 對 正式來拜訪總團 他每一部會所長到各黨團去拜訪 這是一定要的 好 瞭解各黨團的看法 教育各政策 所以 基本上他們現在沒用 所以 我們的嚴重 沒有五個對 因為 那這些行政法 16小時 規矩兩個禮拜內 你知道6月3號 差不多太晚了 周期中間差不多5月31號 周期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慣例 那如果是 我們是 越後面 就越慢 這個會期就越慢結束 因為這是順延的 因為喔 你現在主要就是 是這上有的 你像說 進行 林權準院長 他也有做什麼 共識 應該大家都有活動 是這上也都有清楚了解 我覺得 如果 越早開 當然 因為你這個會其實 等於是第二次的總質詢 對嗎 那如果早幾早結束 反正就 就 不要說幾個拖 你就 可以 你就 對嗎 因為他兩個禮拜以內 他這個 開會四郵裡面 他的第二大電影的 裡面有一個三 新政協議院長 一於就職後 兩週內 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報告 並於報告前3日 將順面報告 應送立法委員 所以24號顯然來不及 24號來不及 24號就職之後 有一個禮拜六禮拜天 人家沒有上班 對啦 來不及 那你他最快送就是23號 所以你24號是一定來不及 來不及 所以24號不要考慮 考慮24號之後的 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委員 這個沒有什麼好針 這個沒有什麼好針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就被想說 還沒開始談 差不多是五月底 以往的觀點都是如此 也不必掃這種小手段 我們來開會什麼 這越來越長的 你們那個 來 時代力量黨團的看法 OK 我們是覺得說 因為總質詢 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不是想要早放假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把這事情做好 所以我們支持說 五三一來開 我看一下 是五三一 你們以前不是 五二三 不是五二三 第一個禮拜是五二三 五三一差不多 第一禮拜是五二四 五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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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三就來立法院 五二三就會來立法院 各部會都會來 然後他 事實上 我問你以後他台 你照幕僚什麼 對啦 三天前要將施政報告 書面資料送到立法院 要三天前 所以五四 二十四結類來不及 二十四來不及 二十四來不及 如果知道 那就二七 就是二七跟三一 選的一個 二十七 二十七因為院會剛開始 我們都是禮拜五開始開會 我覺得很好 新的林權內閣就來報告 然後就開始咨詢 就開始啟動 因為現在真的三個月的交接期 大家已經等 都等很久了 我相信這個 要上任的這些內閣更也等很久了 那五縫接軌我相信是全民的共識 所以 五縫接軌我相信是全民的共識 應該是越快越好了 應該是越快越好了 現在很多很實際的問題 他五二零以後 他要用什麼人才有開始 因為現在都沒有 現在什麼人的辦公室都沒有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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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會是沒有關係啦 有的齁 比較科技不敢 民眾委員應該當過部長 他現在也是正式 我告訴你齁 好來啊來啊 有的 他們說有的 我現在還沒看過 許一哲、丁克華 他們的都拜訪了 都有啦 其實齁那個部會首長齁 禮拜一 委員會如果排他就要來了 也沒有什麼認識不認識 也沒有什麼認識不認識 23號其實委員會就開始資訊了 沒有啦 他23、25、25、25 25號齁 農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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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過幾天 那先下去 沒有說什麼 五二一次不一定要五的 從外沒有這樣的規定 這 過去 這個協商過 過去 這兩個禮拜內 過去留到以前的時候 我們也是夜敵嘛 那個 好啦 來 我覺得31比較恰當的理由是這樣子 你五月二十就任嘛 那就任當天當然也沒有辦法 就是做那些疑似性的動作 21、22就休假啦 那你什麼時候要寫施政報告呢 你這施政報告 當然還是要經過行政院討論過 不然要送到立法院來 他們的院會 對 你要經過行政院院會來討論過 那也要撰寫 所以我是覺得你27喔 真的很趕 那讓人家行政院也有幾天的時間 來處理這個施政報告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5月31是比較恰當的 請大家參考 謝謝 我是覺得5月31我們晚總質詢就是不要晚放假 那我想這沒有問題 大家還是希望說 把這個過程做好 好 好啦 我看這個沒有什麼好爭議 這個問題 好啦 因為那一天是 你們換了一個位置就換了一個腦袋 上次不是 包括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 在 欸不是啦 上次在那個什麼 這個 過年的時候 那時候 剛好放寒假 馬上就說 你們開育日 你們說趕快趕快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 這個 來啦 早點工作啊 不要把這個 不要把這個 題目再另外那個 另外深思 就本來講 你們是換腦袋 以前是5月31號 對 這起來沒啦 如果是說要 現在其實內閣都已經決定了 其實要做市政總執行 其實時間是很長啦 我是覺得27也好 30也好 其實要27也不是說不行啦 對啦 我們差不多 好啦 沒問題 沒有問題 31 好啦 沒問題 好來 沒有問題 最後 你們怎麼參加 大家都三個字 這個應該沒有那麼重要啦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說 這個新的行政團隊 是可以把 施政報告寫得比較完整 而且他們 在520就職之後 他們必須在各部會 再去了解 然後如何 能夠把他接軌在一起 提出一份 比較能夠負責任的施政報告 然後我們再來監督 這不是我們一直要求的嗎 那如果說我們 為了要提早 然後他們也就是拿出一份 可能比較表面式的 可能我們也沒辦法去做一個實質的監督啦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讓他完整的把施政報告寫好 送到立法院來 我們一個一個慢慢的質詢監督 可能這比較好啦 好啦我們不要為 這個二十七三十一 趕快插四缸 這是最簡單的 大家可以讓他 三十一好 因為 因為 二十七號就要送來了 行政院未來的 林副院長 他說他們要 院會通過他們的 施政報告內 所以他如果要院會通過 二十七號沒有辦法在三天內 把那個施政報告跟施政方針 他要二十四 所以三十一好不好 這樣讓他們那個院會通過 然後這樣三天前 將書面資料送到立法院 三十一號會比較順啦 好 來 報告主席 如果要三十一 請他們五二零上任之後 發一個公文來立法院 請立法院提亮他們 因為要通過院會的關係 所以是不是 但是我們要排 我們要排議程 這個是我們決定 對啊 但是他可以要求 他也可以跟我們 表達他們的看法 因為如果我們定在五二三 他來不及 五二四他來不及 對不對 那來不及有來不及的理由 那把這個理由由 行政面對立法院敘明 那我們尊重 他現在還不確定 好來 我表達一下一件 大家思考一下 你現在的爭執是五二七或是五三一 但是因為那剛剛有講 明文規定要在施政報告前三天 要把書面報告 應送全體立法委員 這個不是官是為了立法 不是為了行政院 也是為了立法委員要 照成規定是你是 你是有什麼質疑 你是要讀過這個施政報告之後 你在總質詢提出質疑 所以你從五月二十七號 往前推三天 就五月二十四號 就要送到立法院來 那你五月二十四號送到立法院來 他要印 你五月二十三號就要訂稿 那五月二十三號是上班的第一天 他第一天就訂稿 我覺得我們也不要讓社會覺得說我們強人所難 所以其實三十一已經是很趕 而且也是在法定的程序的規定範圍內 那所以我是覺得你說 將心比心二十號就職都是做一次性的動作 那天是幾乎沒有辦法上班的 然後再來就馬上遇到禮拜六禮拜天 那二十三號你就立刻要訂稿送印 這個實在是沒有給人家時間 我是覺得說就希望大家能夠互相體諒 也將心比心 我覺得三十一號在社會上說理是比較有道理的 請大家參考一下 我再補充一點 我們會這樣提完全是從人民的觀感來看待 事實上我必須再強調 這次交接期已經很長了 長達三個月 其實民眾的想法都是希望 新的內閣趕快就位 趕快發揮他的施政的功能 而大家對於立法院的期待也是 新的內閣趕快就位 我們立法院國會趕快代表民意 對於該提出的施政諮詢 我們趕快去做 那大家別忘了現在才五月初 所以所有的準備工作 我也不相信這個林權內閣 現在是什麼都不作為 他們其實都有在動 我就說像林作元部長都來拜會了 林應元署長也積極想要來拜會 所以其實部會首長自己都有一些想法也開始動起來 並沒有大家想像的說 520當天才各就各位才開始會整大家的意見 如果這樣就太遜了 因為早就準備好了 早就準備要執政了 所以我覺得在討論時間 大家要不要同時也考量外界的觀感 就是如果立法院我們不要立即啟動施政總諮詢 然後再空一個禮拜 足足一個禮拜的時間 到底民眾站在民意 他們會覺得我們這樣是體諒 還是我們的怠惰 這個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五月二十三到五月二十八是WHA的世界大會 我們不是決定的不復理由 我們決定這個東西是後面要復理由 要對記者說明的 人家就很清楚的講 施政報告前三天就必須要把這個施政報告的文本 送到立法院來 你二十七要倒退是二十四號 那二十三號上班第一個小時就送印了 我覺得我覺得社會難道台灣的社會是要認為說要這麼急迫 然後要這麼強而所難 那到時候如果市政報告你不滿意就說因為你太快了 你一天就好寫出來啊 那是不是又發生其他的爭執 我們做的決定是復理由的不是不復理由的 好來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WHA是五月二十三到五月二十八這中間燒開 其實這個議題對整個台灣在明後年我們採購疫苗也有很多很多議題其實都很重要 所以對我們來說我們當然希望也有機會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已經納入政黨交接的過程當中 已經有深度交接再去做討論 那當然這個議題當然也是媒體社會大眾所關注的 我們今天到底能不能參加WHA成為觀察員 所以當然我們也希望這個議題有機會 在這一段時間五月三十一再來關注這個議題其實意義已經不大了 那這個議題我相信已經在深入交接的過程當中 所以當然我們也有責任要對社會大眾對於這個議題也要交代清楚 所有議題都一樣 520以後都是新政府要承擔的 現在他們也有在交接事項去討論 剛才有關於 剛才說的 要新的內閣趕快上路 新的內閣早 五二二三就進來了 這不是總事情才上路 我們不是說總事情以後才可以 總事情是時候不會收到張議員總事情 523各部位都進來 你們幫他WHA什麼都可以問 那問什麼外界的觀感 外界會在乎說你法院是527還是531嗎 外界的觀感是你們自己法院內容的尺度 不知道他們怎麼表現問證 這才是外界的觀感嘛 大家不要說想要這樣穿這種小技巧沒有用 這樣子啦 我們 來不及嘛 這個時間性根本來不及 還要他們看見 我們來 三天前要送來 三天要送來 不要在這個地方來生死 早快以後都不影響議員的成就 民進黨是提議5月31號 那斯萊利亞黨也是5月31號 那個 洪軍呢 一個 一個 那國民黨是 堅不堅持 27 那這樣是不是 這個議題沒有關就內容 馬上請正議員就要讓在野黨有一個要求 二三就來 你去走走走走走 今天沒來 好 啊 如果我們真的是希望辛格做得好 那我們是從監督的角度出發 我們是覺得5月31這個時程是適當的 那當然是你黨團的看法 因為齁 我一直認為說 台灣能不能等 對不對 可以再等下去 因為已經等了一百多天了 對不對 是不是 能不能再等 因為人家知道說 你未來的施政方針是怎麼樣 對不對 先前說都準備好了 無縫接軌 無縫接軌其實 你就施政報告也是盡情 就有法導臺整個作業完成 我們都很清楚 那我告訴你 星期一才去作業 不可能吧 對不對 不要這樣說 大家 這個錄影大家說話 我好聽不好意思 我們等八年 我們可以講 我們還真的有 講這個你好像委員 作為我們任何成績上 要有合理的安排 這個不是 我們必須在這裡 作為一個對抗的焦點 大家佛雄這種 你也修圖我的意見 有說 如果他在電視 你也要跟那個人前參加 這要去參加 這人歡迎我一定 這大家想出來 大家在這裡這麼久 可能的成績是怎麼樣 他還開個行政宴會 通知人家送來 所以在拜國開個行政宴會 拜國水長三天前 符合三天前 這蠻急的 時間是蠻急的 這我們十年新華規定很清楚 院長 那個2008年 我們就是5月30號 召開我們的施政報告 那當時候會定這個時間 我相信也是考量到 整個施政報告的一個處理 因為我們都是固定520交接 然後我們上次2008年就是 排5月30 就是有那個時間的問題 所以今天不是行政院的狀況 到底我們要尊重它 而是我們今天立法院 是我們自己決定 如果他今天送的行政的一個施政報告 就是一個急救張的 因為我們太趕了 然後讓他趕出來的 其實我們也不要這樣的一個報告 所以我認為還是要讓行政院有充分的時間 然後在5月31號報告 這樣比較好 沒有啦 我看這個事情比較沒有那麼 31號就讓新的部會 有一個時間來 因為前天 那個未來的行政副院長 是有跟他說 他們要有一個行政院院會通過這個 如果27號他們恐怕會當天 他們都是禮拜 好像他們都是禮拜三 還是禮拜四開院 禮拜四開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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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號 26號 就是 對啦 他們就是26號準備 要通過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市政報告 所以你27號 就請他們來的話 會不會是急了一點 所以是不是 31號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是不是31號讓行政院 多三天的時間準備 因為那個一定有要報告 好來 是最常因為這一次的交接期 我們動算之後開始到520 時間是非常長 時間很長 時間很長 其實這中間過程 差不多每一位行政院 新的團隊幾乎都已經都確定 而且也都有了解 我覺得這個 就是說 你520到527 一禮拜 實際上 因為我們剛才兩禮拜的時間 你今天取個折中數 勇敢 他作業也是來得及 你為什麼一定配得要31號 不是 是他們有說 他們要通過 市政報告要通過院會 不是說他們20號 送出來 是最常院會 你行政院隨時 你跟他說 立法院的要求 我們開個臨時院會 那也是可以啊 這個是 過去的 這個慣例 什麼都有啊 好啦 那這樣子 這個 沒有共識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的 我們真的做人 不要這樣強人所難 他已經跟你清楚的講說你 三天前要送文本來 然後人家行政院會的慎重 必須要第一個禮拜 就通過行政院院會 那第一次的行政院會 在這個林權內閣組合之後 第一次行政院會是 這個5月26號 那三天前要送到立法院來 變成你如果用27號倒推 是24號就得送來 不可能通過行政院院會 那這個施政報告是 這個林權內閣行政院會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文件 你不讓他通過行政院會 你叫他24號就要趕快送來 那我剛剛又強調一點 520號是禮拜五 當天都是儀式性的就職典禮 那包括這些 這個總統的就職 行政院長的就職 每個部會首長的就職 所以那天幾乎沒有什麼時間辦公文 21號22號又遇到了假日 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他真正第一天上班天是23號 那你23號24號就得送你 23號就要訂稿去送印 23號你一天的時間 馬上一上班 就行政院的施政報告 立刻訂稿 立刻送印 24號趕到送到立法院來 我覺得我們的國人是要看到這麼急迫嗎 那如果我們是31號其實時間也很趕 31號他必須在27號要送來 26號行政院院會通過立刻送印 27號送到立法院來 那個時間完全沒有拖延 那就像剛剛有明兄講的啊 我們在31號開始總質詢 就等於我們這個會期 就是要同樣的時間往後再延四天 才這個會期才結束 反而你能夠監督的時間變長 至於說內閣的就任你的執政 你可以對他爭扁 523委員會就開始 因為那一天部會首長已經上任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堅持27號 如果要講道理的話 我覺得對社會這樣子這麼急迫 真的很難交代 謝謝 那個蘇院長 我覺得這是展現有效率的行政團隊 有效率的啦 因為會比較來不及啦 行政院那邊也表示 他們一定要經過院會通過 如果27號他們就沒有辦法 你說著急臨時院會 在禮拜一禮拜二 來個文 還沒就任怎麼來文 就任20號 那我們議程的安排也會來不及啊 這個是 我們現在為什麼提早訂這個時間的目的 就是要排委員往後的行程 因為你要訂了之後 你知道當時要結束這個會期 然後大家才有辦法排行程 你要等到5月20再請他們來文 然後我們所有的行程 包括113個立委都沒有辦法訂行程 所以我覺得啦 這個27跟31 真的我們都給他四天好好的通過院會 然後送到立法院大家來總質詢 這個有差那麼多嗎 那個院長我想是這樣子 因為到底27還是30 現在兩個日子 31 我覺得也不是說 我們不是行政院 他們到底來不來得及 他們說了算 那520我們還是去文去邀請他們來 那他們到時候再來一個文 其實日期差四天 當然也沒什麼好堅持 這個日期是我們 是我們決定的啦 你現在我們是 你們是說他們來不及 好如果他請求6月4號呢 最後一次那我們要接受嗎 所以我們來決定就好 我們不要 那時候還要黨團協商 這個總質詢就結束了 那不是拖得更久嗎 那跟你們所說的要趕快 這個差四天 這個也不會影響到什麼實質啦 那 所以 我講一下 好啦 好來 我講得比較吃冰的 我們今天在這裡爭辯這個問題 老實講 我猶豫的國民黨的想法 你先把他打個把 讓你痛苦 你國民黨 你民黨怎樣他就跟你反對 我是奉勸國民黨朋友 在大議題大政策上面 你去曾鋒兄的去辯論才有意義 小吃小吃 你別接有的 沒有的 這個黨你要重新 如果重新再起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有 有整體戰略觀 你這個東西不是戰略 也不是戰術 根本搞這個不能瞎扯 大家說 待會兒說說大家沒有反應去 我拿來表格 我們敢不適合 結果 像這種事情 大概一堂一句話就結束了 對吧 這個時辰的安排都要很清楚 怎麼可能是來行政院來韓國 拜託我要黨的要來 那個 那個 現在可以這樣處理嗎 是不是 除非是我們要總統來做國會 做國情爆發 讓曹擁文來文去的 本來行政院就要來備行的 這個有什麼來文不來文 拜託說我黨是華來好嗎 這樣沒有反應的事情 我們 我是覺得大家 在這個地方 要講的講話 有憲政意義的 這個行為是對不對合法合理的 什麼叫行政院來文說 給我什麼時候來做私人報告 這是行政院給他們 這個行政院給他們 你把他們當行的 當行就來 是這樣 今天是在整個程序安排上 包括整個交接 是不是 他們現在連辦公室也沒有 連幕僚也沒有 都沒辦法 連幕僚也沒有 都沒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 當然現在有在 有在開什麼 共識營 那是一回事情 520以後他523就馬上進來了 馬上進來備取 所以不會說我們都進來備取 剛才王毅民所講的 港派的開議 馬上開始 只是總執行 變白痴 這樣 想一想 總執行要問什麼 問要給他電話 那比較重要 不是差那幾天 這地方要消電 還有3、4年的時間很長 講大策略的問題 不要在這個小職小節上 院長 我看這樣 我們願意接受說 因為在這個 我們第一天的時間 可能很多的議事人員 我們在列印這些的資料 可能比較來不及 這個理由我們接受 不是說 我們不接受說 你一個行政團隊已經這麼久了 然後你還需要兩天 多兩天 你才能夠做出你的施政報告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願意接受是考量到我們議事人員在作業上 我們可以再三十一號這樣好不好 好 好啦 那第二案我們就做以下決定 定於5月31日 星期二 邀請新任行政院院長 率同各部會首長 列席進行施政方針報告 並答覆質詢 質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推派五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三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 各推派藝人進行 當日質詢順序 依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之順序輪流交叉方式進行 施政方針個人執行之登記 請於5月23日 星期一起至6月7日 星期二指辦理 有關質詢期間之順序 及人數均一力授權議事處辦理 我們做這樣的決議 這個人數的分配是照比例的 總之你是到6月7號 6月7號 那個政黨 登記這個是要讓你們登記 個人諮詢的登記 對 對 要到7月 要到7月 這是個人諮詢 好 那我們進行 第三案 第三案是 在5月1號 時代力量黨團 他發了一個函到院長寺 就是說明 4月29號 中國國民黨霸戰主席台時 是否曾有黨團協商進行 那第二個是 到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71條之一的解釋適用 還有他請這個 我來召集 針對 今天討論事項的第5案 會指 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這個上個案子 那現在要不要請時代力量黨團 先來做一個補充說明 我想我們會請院長來召集這個 政黨協商主要是上個禮拜五 整個院會進行的過程中 因為國民黨黨 國民黨佔領這樣主席台 讓這個意識中斷 那這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政黨協商在進行 那至少時代力量並沒有被邀請 那這樣的協商過程 是不是影響到後面 院會的進行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職員新司法裡面 規定兩種政黨協商 一個是院長召集 另外是各黨團召集 比如最近 李鴻軍委員就 召集過一次關於南海的聲明的事情 那這個過程裡面都是錄音錄影 包括我們今天 我們講的任何話都是錄音錄影之後會公開 那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那如果在這個職員新司法規範的這個範圍之內之外的所謂協商在進行 那會不會辜負人民對於這一屆立法院公開透明的這個期待 那我們也認為說 不管任何形式的黨團協商如果有影響到院會的進行 這也是這個不足取的 那我想第二點是主要是針對 因為院長後來有個 院會裡面有個 財事喔就是關於 所謂 71-1條 那加了一個這個 我們啦 從我們的角度而言 我們是認為 他跟原條文之間有距離 那一定要有個這個協商動作這個前提 是不是跟條文之間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法律上的規範 那我想院長是有裁糧權啦 可是我們還是想 釐清一下71-1條 這個 法律條文內的內行 因為畢竟他是一條法律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那我想 基於這個我們希望能 院長來召開一個 這樣協商來釐清這樣 好 現在這樣子喔 這個4月29號 我這裡沒有召開 我告訴你 我們這搞定沒有議場要開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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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把議程先調整一下 第三案 實在一樣提 這個第三案 我們保養事實檔會 都一樣搞在這 沒有啦 那我去主席黨團會議 沒有啦 這後面我會被解釋沒關係 第三案 會指案先處理啦 好不好 是不是這樣子啦 因為等一下我們9點 就要審 第五案的 會指中 國家自通安全科技 中心設置條例 我們先來請問 這個案子 這個 國民黨黨團 跟親民黨黨團 這裡 能不能支持 如果支持這個就沒有意見 嘛 這個不必再表決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是要 等一下 可能就要表決 那就要表決了 好來 來 好來 好來 那個 就現在的議程 啊 順序上面 為了要配合 等一下 院會的進行 先把第三案拉上來 這沒有問題啦 那我們今天是 所以提這個案子啊 是 基本上因為院長上禮拜有財事嘛 當然牽涉到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71條制議的解釋適用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牽涉到了本院的運作 整個法規的解釋詮釋權 到底要如何釐清的問題 那不過為了議事啊 進行的順利 我們先願意暫時接受 就院長上個禮拜五 在那個前提的基礎上 趕快不要去進行 不要再有任何程序上面的障礙 去杯葛等一下這個案子的處理 那今天之所以把這個提出來 顯然是因為中國國民黨上個禮拜五 他們自己對於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其實是一條之一 在今年度啊 所突然採取的解釋 那為什麼我說是中國國民黨 在今年度啊 所突然採取的解釋啊 這個都有歷史文件可以看 中國國民黨過去的時候 對黨團協商抱持什麼樣的看法 對於所謂的協商冷凍期 抱持什麼樣子的看法 有很多書面的文件可以佐證啊 那我今天先不想跟你們扯這些事情啊 但是先把這個程序 先把這個程序給走完 那現在進行的協商 中國國民黨說他們有立場 就是他們反對廢止 支通中心的設置條例嘛 那我們提這個案子 就是我們直指支通中心的設置條例嘛 按照中國國民黨他們理想當中 所謂的要先進行協商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行協商嘛 那請問你們現在具體進行協商的內容是什麼 就請你們講 剛剛你說你們反對廢止 我們的立場是贊成廢止 那我們接下來還要再協商什麼事情 這個 好來 院長我想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資通中心我們已經是三讀通過了 可以通過之後我們立法院自己不斷打臉自己的臉 再拿出來再協商這樣子嗎 這個協商是 是議題都可以協商啦 這個已經是正式三讀通過了 這個 對啦 但是我 我認為說這個實在是整個 整個 整組都亂了 欸 這個要是出去齁 你很簡單 人家說你們一間的立法院院會通過的 你們現在還要廢掉 欸 妳知道 待會兒也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是在上個會期有三讀通過 要掛牌 而且是全體的立法委員 是 以後我們對任何的法案三讀通過 有意見就再拿出來再協商 我們要再撤銷 是是這樣搞嗎 這個當時是有交付 時代力量黨團召集協商 院會的決議是這樣子 我可以發言嗎 當然可以 來 兩個部分喔 今天有這個協商 是你們上個禮拜五 對於立法院執權行使法 七十一條之一的解釋適用 所造成的結果 這個事實的基礎要釐清楚 如何評價我們未來再講 那第二個 按照目前的法律程序 已經有效施行的法律 不能夠提廢止案嗎 你提這樣子主張的法律基礎是什麼 這樣子啦 這個我來請議事處 處長 你來說明一下 三讀通過 能不能再提這個廢止案 我報告一下 這個案子是在第八屆 那個通過 三讀通過 那當然 現在這個法律要施行 可是理論上就是按照中央法規標準法 就是說我們認為它一定的理由的時候 它是可以廢止 那這一屆是時代力量黨團提出這個法律的廢止案 然後經過禁負二讀 請時代力量黨團來召集協商 所以它是一個廢止法律案 所以程序上是沒有問題 這個程序 我們是要禁負二讀 並不是確定會址 當然啦 是啊 所以這個是 當然立法院可以會址 那個法律 不是用可以會址設施可以 所以這個程序是沒有問題 現在就是 第一個 我要跟時代力量黨團特別說明一下 那一天我沒有著急協商 這個你們應該都非常清楚 如果我有著急這個協商 我會通知親民黨時代力量黨 那第二個 那一天我會這個 會裁定休息是因為 第五案就是碰到這個協商案 沒有完成 根本案子就進不下去 所以當時 公民兩黨團覺得那個表決是無效 因為沒有協商 但是我請議事處來了解之後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自己定的七十一條之一 有一點不周全 沒有特別說一定要經過這個程序 還是說 那個所謂的協商期過之後 就可以表決都沒有講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你 這個時代力量黨團今天提出要解釋的 所以的確是這裡 這個議事處要不要說明一下 過去冠率啦 因為我們都是新的 我也是剛進來 過去針對七十一條之一 是怎麼再應用 來說明一下 我們這樣就比較清楚 我先發言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來 而且特別請院長召集這協商 針對職通案 其實我們就是想來看 國民黨要求召開協商 那到底要講什麼 那如果只是程序上的杯葛 意識上的杯葛 我覺得那是沒意義啦 因為我們想辯論嘛 那你們如果覺得這個案子 不需要廢紙 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那剛才也講了 這是可以廢紙的 第二個 來 趙偉 你還沒有選上 我先講 林委員先讓我把它講完 這個案子 在院會是你們拉下來的 其實是你們要提理由啊 一個月的冷凍期過了 按照七十一條 那你們又說 要召集朝野協商 現在有啦 那能不能講一套理由出來說 你們到底要做什麼事 還是只是程序上要去杯葛而已 這樣 我們接 來 對不起 他這個其實也不是 針對這個整個法案內容 專案的一個協商 但是裡面的內容 主席啊 我來講 因為治安科技中心 科技中心 負責是提升國家 知通安全防護人力的任務 那執行相關工作 因此就全責面而言 知通安全匯報負責政策 科技部負責管理 知安科技中心負責執行 來共同防護 這個整個治安的工作 其實它是很重要 啊 現在民進黨馬上要執政了 你如果認為說這就不重要 會掉 這是整個治安的一個問題 你們認為要會掉嗎 對嗎 我告訴你好了 這個 既然曹爾祥是彼此說服 要不要廢大家說看看 也許有沒有一次 等一下一次說要廢 一次不要廢 也都有不可能 但是這個是曹爾祥的精神 我知道啊 他就是沒有 知安中心 我們先談一下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 是在上一屆的時候 最後選舉的時候 最後選舉的時候通過 當初我對這個法案 持民的會 你看法案紀錄 我非常有意見 為什麼有意見呢 因為大家知道 黨農展安的知識性安全非常重要 當然他要把它改 主要是把 知識會 知識會 技術服務中心 把它轉世到行政法 變成行政法人 那就是從那邊移過來 那這知識會的技術服務中心存在多久 持民有意見 兩千年到現在都存在 民進黨執政以後 對國家執政安全很重視 所以那時候政府委員林鴻勳 我們也成立一個資安匯報 那行政大家知道 行政有科技匯報 也有資安匯報 所以兩千年的時候 我們成立資安匯報 同時成立 因為這個建設要組織製造 所以先成立在 知識會底下 先成立一個 技術服務中心 那些人專門在 負責從知識性安全 那所以當初 要這樣直接犯規過來的時候 改為行政法人 當然 我認為這個 這個問題 當初的問題就是說 國家知識性安全 是這樣做就夠了嗎 就夠了嗎 我們要整個講 國家的科技政策的由來 我們科技政策有科技 科技匯報 大家想看看 所有的 所有的 各部會 我們 在行電影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經濟匯報 交通匯報 沒有 部會就是執掌 他就是大部會 他去執行他的政策任務 那為什麼讀讀科技 會有科技匯報 科技匯報 因為科技預算 已經算於各部會 所以遺書有 要不要成立科技部的問題 早年 1993年進來 本來是認為 應該成立科技部 統籌所有的科技預算 把科技引發 所有的 全的單位 但後來發現 沒有辦法做得到 沒有辦法做得到 讓組織再造 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沒有可能成立科技部 到國民黨執政了以後 整個行政組織再造上面 也沒有科技部 為什麼從科技部開始談 談 這個都有相關的關係 國民黨執政也沒有科技部 但是理學長委員提出 要有科技部 所以那這個在 這個行政組織法裡面 突然說創設是一個科技部 在民進黨執政 乃至於國民黨執政 農國科技部 這種規劃的觀念 他是用科技匯報來處理 那科技匯報來處理 那現在我們講治安的也是一樣 我們要談就是說 國家科技政策誰來負責 那科技三次在各部會 是國科會嗎 也不缺難 所以他們通過一個行政也有匯報 剛才資產班 剛才我們 剛才災訪一樣 所以有一個科技匯報 因為這樣 現在資安的態勢很重要 所以成立一個資產匯報 在民進黨執政就有資產匯報 然後有一個技術服務中心 那馬年九的時候 再來的時候 他把 在底下再加一個叫資安辦 資安辦公室 那資安辦公室 有多少人 那在資格討論 所以變成三個層級 那三個層級的時候 似乎這個 資安 國際資安中心 是最底下一個層級 那這樣的時候 我們要考驗就是說 這樣子過不過 這樣子 這樣子組織再造是對不對 所以 後來在那個委員會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應該重新來思考一個 國家的資性安全 裡面包括 當然資性 包括隱私權 也包括 國家整個資性安全 但是呢 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開始要想 我們到目前 到目前為止 國家沒有一個資性安全管理法 這個是問題很嚴重 不過就是資性安全管理法 那甚至我也主張說 因為 資性基本法 最傷害的資性基本法 就是資安全管理法 那我們同時 要不要考驗 我們有國家要不要資性長 所以這個組織上 我們 實在要讓這些提出來 我們黨團內部也從我們討論過 因為 所以 我們自己去統計 要隨便庇植 當然 那時候 在選舉前 選舉前 差不多 12月18號左右 12月18號左右 那時候 他們 那天剛好 我沒有來 後來通過了 12月8號 通過了 通過了 我自己反正 坦白講 我自己對這個法案 這樣也不大絕對 不大空就沒有 人家怪怪 這個議員應該要經常理 所以選之後 有幾個教授 大概在 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也跟他們談過 很多學的專家談過 包括現在整個資安中心 他主持加工 行政法人 包括他們要研發能量有沒有 因為現在這個資安 未來轉 轉回來以後 變成一個 國家資安中心 就是支持那幾個人 支持那幾個人 都是民進來的 這樣的資金安全管理商 會不會有漏洞 那他們 將來能不能 他們已經在製造的時候 可以接受委外的計畫 那將來 是不是可以接受委外的計畫 還有包括國家資金安全 就是這幾個的run 那整個保運條件是怎麼樣 所以 因為這樣大家重新思考 這個在報紙鬧得很大 我今天是說 大家很理性來看待 我們立法院 然後對我們來講 曾經馬上通過我法院 馬上廢止 這個因為實在這樣提這個 進貨組 所以就沒有討論 今天我們變成第一次在這裡討論 所以我們基本上看法就是說 這個 對於國家資金安全 至少大家有共同觀念 資金基本法 資金安全管理法 這個要立 然後整個如果要整併國家整個資金安全 國家資金安全 因為這個是寫在這個是主管機關是科技部 也有人講說要在內政部 而且資安 你看每個部位都有資安處 如果 將來國會 如果把這個重新做個組織交易整併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課題 所以今天 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一個 這不是政治 這不是政治對議 這是國家資金安全上面 大家共同要去思考 而且齁 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一個政府把它做好 都沒有這麼做 所以我的主張就是說 假如 結果是說 這樣看來 整個肺炎沒關係 我們要重新來思考 因為那個也不是很周圓的東西 我報一句 其實你要是今天把它廢掉 這個裡面就很多人才它就流失 將來對整個台灣資安現況 也帶來多少的衝擊 這未知數 因為 你現在又是幾個資安中心 而且喔 你還沒有跑 你這個資安中心 你現在也影響到我們整個國內的資安的戰力 講實在話 我感覺 這個要勝失 因為你現在要接種了 當然你如果要廢掉 跟我們來說我們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回應你的問題 這些人喔 這些人會跑 這些人才自然更新 我講一個重點 我們要執政 有啦 當然這個事情我們思考很久 你講話 所以我認為都廢掉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來負責 在頂端 頂端 做法怎麼利益 主持在怎麼再造 他們如果執政的認為OK 幫我昨天晚上 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你再檢查的你也不應 沒關係 你檢查的不應 怎麼大家 你如果執政的認為說OK 沒關係 沒關係 這樣就沒辦法表決 這樣啦 沒有啦 林委員 我知道你說 這是以前我們執政的法案 民眾未來執政 你要廢掉 你也要給他負責 你如果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這樣的話 我們今天也不要表決 就會有以後 我們民進黨來負責 這樣會不會大家 大東感到廢 你如果不接動 大家 我們不是上去表達嗎 馬東 我是說這樣就不用表格了 你講講就沒關係,不用表格了 這樣子啦 好,來 對不起,我想在這裡再次的補充 第一,我覺得既然已經三讀通過了 我們真的不應該自己不斷的推翻自己 一直不斷打自己的臉 第二,我覺得就像廢除我們的資安中心 現在就是回歸到現有的支撤會 到底對我們現在國家的資安有多大的幫助 我覺得這個大家要思考 第三,如果是對於我們現在的主管機關 包括我們的人員的淘汰的機制 應該要從現在的設置條例裡面去修正 那我覺得剛剛柯總召講得非常好 我也非常認同的是 現在要討論的是應該要有一個資安的管理法 那這個應該是我們現在透過這個資安管理法 趕快的送到這個院會的一讀裡面來 大家來做討論 我覺得可能對我們現在要討論 這個要不要廢除不斷的打自己的臉 我覺得這個給外界的觀感也不是很好啦 假設我們一直以後 我們三讀通過了 我們不認同國民黨再提出來 再做協商 然後再做去做廢紙這樣的 我都覺得對我們整個立法院的形象 真的不是很好 以上謝謝 法律的廢紙案在立法院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啦 當然這個法律廢紙案是立法院 大家自己共同承擔的 因為這個剛好這個案子 為什麼處於這種不穩定的狀態 因為剛好在12月的村子 大家那時候想 那個選舉就沒有一個在立法院 那後來 都先通過 通過以後 這個問題是大家有有利 所以我們今天是想把這個事情 整個國家資安的方面做好 那另外有關於資安管理法的問題 坦白講我們一直在 因為都市民進來 就是現在習近平部長 那因為這個法不好寫 它要寫到一半 未來新政府自己要去處理 我認為還有一個叫資訊 資訊基本法 最喪惠的基本法 再來一個管理法 這樣來 然後組織應該怎麼重新再照 好好來思考 那這是大家急急的問題 不是民黨的問題 也不是國民黨 不是說我們都從我們來打開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 是因為要把他走遠一點的問題 所以今天 如果我們可以 有共同的觀念 也不用表管 會以後民黨自己負責 既然 你如何講得很清楚 你民黨自己要把他分析 沒有關係 什麼事情 我們都要面對的 那這個事情很重要 就不用表管 沒問題 共同會自己很重要 你如果要進行表情 你公共就好了 好來 好來 沒問題 沒問題 OK OK 我想幾個問題 分層次 把它釐清楚 第一個事情 今天之所以 會坐在這邊 寫上這件事情 我說過 是沿著上禮拜五的脈絡 我說過 基於尊重院長 所以我們在這個前提上面 先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個 剛剛中國國民黨的朋友 提出了幾個質疑 我只先處理程序上的問題 因為我始終認為 實質上面立場不一樣的 你有什麼樣的理由 認為這個設置條例應該繼續下去 對我國知通安全體系如何如何 我們到院會去講 這個是實質上面公共政策的辯論 這個是社會期待的 第二個是 程序上面 我聽到一個 是中國國民黨的委員 似乎對法律案 是不是可以廢止 似乎有存在有法規上面的不確定 經由剛剛議事人員的解釋 也非常清楚的釐清了 我國目前法規範的現狀 針對有效的法律要廢止 本來就是我國目前 現在 目前法規範現狀的內容 那所以 中國國民黨當初 對這個自動設置條例 不復理由 然後把它拉到協商 今天其實我們就要搞清楚 你到底要協商什麼 你協商的理由就是你反對 那反對沒有關係 這是你中國國民黨所抱持的政策立場 時代力量所抱持的政策立場 我們就是認為要廢止 廢止的實質理由是什麼 沒有關係啊 怎麼可以透過政策的公開辯論 各自向社會負責嗎 如果今天時代力量提錯了 那人民不支持我們 其他的立法委員也認為說 他們各自的選民認為這個自動中心 要設置下去 那當然就按照我們目前立法院的規則來處理 所以今天協商到這裡 我不曉得中國國民黨認為滿意了沒有 認為你們心裡面所想的黨團協商 因為我是到上禮拜五 才突然意識到說 中國國民黨這麼熱愛黨團協商 他們在上禮拜五以前 每次所提出來的國會改革法案 白紙黑字都寫著 不應該透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來進行實質的討論 然後一個月的協商人動期過了就要趕快表決 這都是中國國民黨以前白紙黑字寫下來的立場啊 你們怎麼今天整個態度都突然轉變了 突然變成黨團協商的熱號者 你誰負責協商當然他一定要去主導協商啊 對不對 你就是因為沒有協商 等一下 所以我的問題很低 協商不成沒有關係啊 今天協商到這裡你們滿意了嗎 你不能講滿意不滿意 我們就是這樣子 我這樣子啦 好來 你講那個什麼話 來來來 我提個程序問題 我們今天內心 實際上提三個案 我們剛才說 那我們廢止案先討論嘛 後面 討論那兩個再討論沒關係齁 因為 其實現在應委要進行 我們常常想就是說 當然執政行為規定很清楚嘛 協商沒有共識的時候 就是要進行處理 那過去 等一下我們再談前面那兩個 過去案 郭文貴先生 不知道那些狀況怎樣 但是我們今天應該先做公司先公班 因為我們人人人人總管理 我現在馬上要先 先去主持 主持先去走 沒關係 不然有人描描你 我 好啦 這個不能這樣講 沒有 這個東西你要到草野學校這兩個事情 等一下回來 我再好好談一下 沒有關係 這個要徹底談清楚 你這個真的談 沒有徹底談清楚 這個 這樣子啦 等一下我們分組 我們可以 所以 學商不一定每一次都成功 對啊沒有錯 那學商也可以不來 那就表示 沒有錯啊 不接受 那就進行處理 我們是 另定期處理 另定期處理 所以 啊 29號 國民黨黨團是比較在意 那兩個 案子 中家跟課綱為條 兩個都沒有 中家我們是完全沒有去各個地方的感到 那你課綱為條 所以他們反而是 對 那 那 就是說我們 是為了周全 所以那一天 國民黨黨跟我講之後 我問了議事處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要把它講清楚 過去怎麼做我們不管啦 但是現在的學商 這麼透明化 那如果我們不講清楚 未來 還是意識上會有困擾 所以那一次 那個 29號我才是休息 然後今天趕快來 如果時代力量沒有 沒有請我學商的話 我也打算請大家來講 七十一條之一 要怎麼處理 所以那一天才會休息 那 意識處 你能不能將過去這個學商 七十一條之一 我們一定要順便跟這個 把它稍微溝通一下 比較 比較好 過去是到底 上一屆是怎麼處理這個 這一些案子 報告各位委員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整部法律是在88年1月 第三屆的最後 立法通過 那從第四屆開始事情 那七十一條之一 這個條文是在91年的1月 才增訂進來 那換句話講就是說 它是先有一個協商制度 然後七十一條之一 增訂的時候 當時的立法理由是說 因為為了避免議案的延宕 協商期間 說達到一定的期限的時候 就必須由院會來處理 當時的立法理由就是 換句話講就是說 七十一條之一 是整個協商制度的一部分 它的前提是因為有協商制度 那原來是 九十一年定是四個月期間 那到九十七年五月 把它修正為一個月期間 這是第一個法律的規定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過去第七屆 第八屆 這個更早之前 的運作的實務 第一個 負責協商的黨團 或者有時候是由院長來協商 都會進行協商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超過四個月為一個月的期限 我們過去的做法是 要處理是大家有個默契 這個默契是怎麼處理呢 第一個是可能有一個協商結論 說程序上我們有多少人發言 完了以後我們進行處理 這是一種處理方式 另外一種是 大家口頭上有一個默契說 這個案子我們今天要來處理了 所以大概過去的處理方式 是因為這樣子第一個有協商 第二個有一個處理的默契在院會處理 那第三點我要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現行所有的法律 包括行政部門或是怎麼樣 特別是立法院是一個合議制 對於法律規定 可能不是那麼完整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特別像今天這個個案 七十一條之一 大家在爭執的是說 要不要經過協商 那如果以過去我們的 這個這樣的精神來講 是都經過協商 即使協商不成 即使沒有人來 那現在有不同的意見是說 那個條文就是說 反正就是冷凍期一個月或是四個月 那之後就可以來的 你不需要去進行協商 所以 但是第九屆是一個新的開始 大家要認定 食物上怎麼運作 那個標準 或者那個默契 這個是大家可以討論的 以上 所以 所以那一天我才跟 國民黨黨團講 那兩個案表決 那你們要呼籲 循環議事程序來進行 我們都不反對 但是要說那個是無效 也不見得 因為那是不周全 但是 的確有協商的規定在哪裡 值錢行事法 所以我再裁定 這個第七十條你討論 有啦 我才有啦 就是這樣 清清楚楚的吧 上面寫得很清楚吧 是啦 所以我才做一個財事說 往後還是請 召集的黨團 能夠召集協商 那不成 也可以不成嘛 一分鐘大家覺得不好 只要召集 不成沒有關係 所以說那天院長 這樣的一個財事 我們接受 你要是今天 沒有經過協商 就是一個新的遊戲規則開始 你就把它退回 退回程序委員會 因為 不然我們就來修這一條 往後我們是不是 有一個小組來針對 議事規則 重新來做一個討論 把它定的細一點 那有些東西該 不要就不要 我們可以這樣做 不要啦 我跟你講 就是照你這樣 你如果沒有經過協商 你就是 退回程序委員會 那是現在的規定 但是我們可以 在未來 針對議事規則 針對職權行使法 我們再來做一些檢討 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是可以改啦 那我這樣子啦 因為我們這樣會 這樣開 大概事情都慢慢理清楚啦 針對第五案的部分 我們就協商不成啦 協商不成 我等一下會 因為協商不成 就要令定期處理嘛 就要令定期處理嘛 所以我們就 這個禮拜五 也有兩天的時間 再緩衝一下 要不要廢止 搞不好 國民黨黨團到禮拜五 他覺得也可以廢除 那就順利嘛 那沒有的話 禮拜五就廣泛討論 就可以表決嘛 這樣好不好 差點 好嗎 你怕沒主意嗎 就這樣子吧 對 我們 你說我們人動來 沒關係 現在怎樣 現在你 你真正移動來 有 他們 他們如果離開也不足 因為我跟你報告 是最上 這個案件的父親 是他們黨團 這個 書記長這個我要解釋 時代力量是可以 請院長 召集協商 是可以 他們有拿十八條 所以我是接受嘛 我接受 所以我來召集協商 你以來誰不接受 我也可以不接受啦 所以以後 盡量你們就在黨團處理 這個 教護黨團協商的 因為這一次大家剛進來 我們在定新的規則 那我就接受 時代力量給我這個召集嘛 所以 是不是我們 第五條 能夠這樣子啦 德西 好來 沒有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拖非常久了 我們之所以會凍結 一個月 好 就是因為國民黨把它拉下來協商嘛 今天大家 大概也都聽到中國國民黨的理由了嘛 那 我是認為 今天就處理 沒有必要等到禮拜五 今天就處理 這是第一個 沒有任何拖延的理由 好 那今天我們要馬上面對 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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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公司就可以表決 那今天是在程序上 你說 以後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 必須要有一個協商程序嘛 現在這個協商程序的時候 我 我有講錯 我理由 他反對理由 我贊成理由嘛 照著你講 實在是提案人 你要做提案人 一個完整的說明 說服嘛 剛才不知道 你有沒有說 說服看看 如果沒有 就照程序來走 那今天就應該處理了啦 不要再拖到禮拜五 那一直的安排就是這樣 來 我提一下齁 我覺得院長剛剛有提到一個 七十一條的解釋齁 因為院長上禮拜五有個這樣的才識嘛 好 那我們是認為跟原文之間還是有些差距 不過院長也提 那是不是要修 我們覺得齁還是把它明確化 好 否則這個 常常會變成意識杯葛的一個方式 那第二個我要提 如果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這麼熱愛協商 來 我把它講完嘛 齁 林委員 我把它講完 中佳案 克剛案 我真的不想再提啦 也沒有協商啊 你都讓他過 我再把它講完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黨團是提議啦 那個中佳案 那個 委員 委員 那我把他講 你後來讓他過啦 你們後來人都撤下來啊 對不對 院長就上去宣布中佳案過啦 對不對 我 那邊那麼亂 哪有 你們後來人就下來啦 你們後來 我 我 我不講那個啦 好 對啦 我知道 委員我把它講完啦 院長如果覺得齁 那個條文要修 把它明確化齁 我們支持 齁 那是不是就 齁 未來 其實親民黨 欸不是 中國國民黨可以提齁 第二個 我們要求齁 如果大家這麼熱愛協商 以後協商是不是就直播 我們現在是錄音錄影嘛 我是建議以後就直播 齁 我們剛才討論的事情非常重要啊 光是為了27 27號還是31號開 以後就直播 我想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也不會反對啦 其實齁 照你要是說 你講的71條之一 那你要71條之一 一個月以後 就可以進行處理 那很簡單 那頭前那個 幾條都毀條啊 不是啊 我需要助力啊 我唷 我的意思是說 你自己去執權行司法 你看清楚一點 我的意思是說 院長提的這個解釋 沒有啦 你如果說齁 要就執權行司法 今天我必須要講 好了嗎 時代力量 是因為院長 今天願意承擔 所以我們今天坐下來好好講 你如果真的要跟我 就立法院執權行司法 要怎麼解釋是要辯論 沒關係啊 我們直接到院會上面去講啊 那我提一個程序問題齁 我聽一個良心的建議啦 今天院長發出來的超委寫章 就是1 2 3 3個案子嘛 那 現在講談第三個案子 就是玩資安中心 對啦 這個來 這個資安中心的這個東西齁 這個 這個現在 看起來寫章是沒有結論嘛 就不要管嘛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先走一走一走 他現在要再講這個齁 吃時間沒關係 他如果答應說好 既然好 讓執政來處理 其實他也講出他們的善意 我聽聽我說 你看今天表決 禮拜五表決 我是覺得某一個程度 也讓他們去那種 他們都已經願意這樣子講了 齁 好不好 這樣來大家有一個那個 我跟你講 因為要處理金錢一定會讓他們成功 對啦 一定會讓他們成功再處理 他們這邊就願意退了 我們就不要再做成績下去了 是啊 實在要不要再說話一下 不要再說話逼了嘛 搞不好 沒查到那兩天 對啦 搞不好禮拜五就不必表決了 沒查到那幾天啊 那表決到沒查到那兩天 人家願意退 這個廢子安 有些事情大家就不要再做成績下去了 我們是覺得要表決就今天表決 已經一個月了 也滿足了國民黨的要求 要有個協商的動作 那如果你們有更多意見 其實院會上可以去表示 我們也是很希望 不過我再次強調 因為院長承擔 那我覺得71條 是不是再繼續有修正條文上 那第二個 如果大家這麼熱愛協商 中國國民黨這麼熱 真的協商我們就直播啦 不只是錄影開發 直播 現在就直播給大家看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我想 會議會協商的原因通常是沒有共識 大家不同的意見 所以才需要協商 那如果立法院 這個合議制 我們要改變它 以後就是多數決定的話 都不要協商 那可以那修法 院長或者是相關 認為這樣可行的 提出來 廢除協商制度 以後都直接表決 我覺得 要就有這個具體的動作啦 否則目前的協商制度 實際上是為了解決一些 不同政黨甚至個人 包括少數意見 他們的意見陳述跟表達 那今天如果院長跟其他 我們委員同仁 甚至黨團 覺得說這協商制度 不好 沒有必要 那提案把它廢除掉 我們來討論要不要廢除協商制度 那開會我覺得沒有必要說 多多逼人這樣子 好 這個這樣子 針對 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這個時代力量黨團提會指案 我們就扁案協商不成 這個我們不必浪費時間在這裡 再繼續討論這一案 所以我們就提報院會處理 那院會處理還是會有廣泛討論 那時候大家就盡量講 那講完之後我們就處理 那至於剛才 時代力量特別提到的 這個71條之一 包括整個協商制度 要不要做一些修正 還有這個直播 因為直播我們一樣要修改 內部的條文要修好 那我們就來 擇日我會盡快再找各位 來針對這個議題 我們來怎麼樣黨團 各黨團來組一個小組 來討論這個要怎麼修正 不不難提案好不好 我再另擇 好 另擇日期 針對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 包括議事規則 相關的協商的部分 直播的部分 我們來組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修正的一個小組 那我們 再 把這個重新討論 那我們再做修正 這樣好不好 等一下 你剛才說修正的小組 現在是那個 國會改革小組 現在委員會在修了 我們不可能是委員在修 還沒結束 我們弄一個小組在這裡 這裡 施設一個小組 那個是不合提議 應該是針對說 坦白說 那天大家都有些 不愉快 戰允土一台 除非搞這個 戰允土一台 後來大家想說 怎麼把整個事情處理掉 但實在一樣有疑義 沒有關係 大家都真的 他這兩個也要好好談一下 他 前面拜五嘛 叫七十一條 這個 這個東西我們先 專注在這裡 我們不可能再延伸到 整個修改小組 我們在這裡做 不可能 那個委員會要處理的 這個七十一條之一 我們在另擇時間 來把它討論進去 一二 實在用兩個案子 上週五的案子 給我七十條之一的解釋 適用 這大家好好說 沒關係 但是今天是 陳議長好 要先走 七十一條之一 我們再來 找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再來好好協商 包括直播的問題 那個條文的修正 如果大家有共識 那很快就可以把它修正過 不是啦 法院長 我覺得我們還是走修法的程序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在提 國會改革的案子 在司法法制度委員會也在討論 對啊 所以是不是如果大家各黨團 或個人對於協商制度也好 七十一條也好 六十八條也好 你有意見 提案 提案到委員會廣告討論 然後最後 因為這個也是要通過 你如果要修法 也是最後要通過院會 所以為什麼不走這個正常的程序 對 但是七十一條之一 到底要不要經過協商的程序 還是說一個月就可以進行定期處理 這個總是大家有一個共識 在修法未成之前 我把他講 七十一條之一 是中國國民黨挑起來的 你們那一條 那我們這邊 因為院長承擔的關係 我們說 我們可以討論來修 結果你們現在又說 不要急著修 你們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 不是不急著修 是可以提案來修 第二個 錄音錄影 政黨協商錄音錄影 這個是 是有的 只是說沒有直接講說 這個開放式有沒有直播 你可以解釋為直播啊 所以那個東西跟修法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說 七十一條之一 是你們中國國民黨要的 就法律的條文而言 真的有那個所謂前提 一定要召集協商嗎 那你們如果要 院長也承擔 那時候就要這樣宣佈 那我們實在的立場 就說 那你就把它法治化 這個事情 對 所以你們黨團 要不要有一致的立場 就執行的狀況來協商 現在 現在 議長應該進行 好 我剛才自己 建議說 就是說 我們今天應該處理的 先處理條 是 我們經過行程序 沒有結論 那這個要表決就表決 接下來 實在這樣所提的 也要給他尊重 大家講清楚沒有關係 上個禮拜五他說 國民黨佔領主義台 是 是我曾有黨團學商 這個時候 我們都一一來理清沒有關係 包括七十一條之一的 解釋適用 這大家來講一次 沒關係 不然以後大家照顧 不知道怎麼辦 照另外 要不要修法是個黨性 現在 國會改革小組 個黨性在那邊提 沒有關係嘛 我們這個小組 不可能提在 提在那個修法 對啦 沒有錯啦 這是委會的事情 有效益 今天講這個 從中的 針對這個 之前行程法 還是議事規則 就拜託各黨團 趕快提案 那我們以 這個優先法案來處理 那第二 針對七十條之一的 要不要 有這個協商的程序 在修法還沒有完成之前 我們為了議事和諧 我是建議還是有這個程序 但 不一定 會協商完成 五個人一分鐘 大家就解散了 那也算是協商的程序 好不好 把修法的層次 跟現行法的解釋適用的層次 把它割離處理 我個人是贊成的 那 在 不討論修法的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 來 討論 立法院執權行司法 七十一條之一 到底要如何解釋適用 那 上個禮拜 院長有本於 院長的職權 然後做了一個提議 我先把它 解釋成是 院長為了要解決 上個禮拜五 那個混亂的狀況 他一個非常善意的提議 那 在這個善意的提議 的基礎上 我想要幾個事情 要先釐清 第一個事情是 上個禮拜院長所 文字是說 請負責的行團 務必召集協商 如未經協商者 院會佔不處理 要等到協商無法達成共識 才按照立法院執權行司法 其實一條之一規定處理 那我看了這個法律的條文 我們純粹就法律的解釋是用來講 有幾個要釐清 第一個 是不是發了通知以後 對方不來 也算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好 第二個 這個通知要幾天以前發嗎 應該是 你們當時有沒有沒有規定特別 你就正常 所以是 只要是 在表定的時間以前 把通知給發出去 那如果他沒有來的話 那就是無法 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然後所以這個通知 事實上在這一個月的期間之中 只要發過一次通知 那只要有人沒有來 就是把他視為無法達成共識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純粹的形式上面的要求 反正我發了通知 那你不來 他會來啊 搞不好他會來 你不能說只有形式通知 你要是發通知我來 我表達一些立場 看法不懂 對不對 那怎麼 怎麼可以說什麼形式上 院長等一下 那形式上是你的主觀一致啊 我剛才一直講 程序問題 你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我發了很長時間 好來討論 你沒有發通知 人家你怎麼知道 人家來不來 對啦就是 剛才你想的 你講我提議 那我表達立場 先來把立場 先處理條 那多時間 那些人都會送沒關係 那你們這樣 我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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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樣子啦 你安排的時間 大家來談這兩個問題 好不好 我跟你講 如果等一下我們的人 受不了走了 今天就沒辦法表決 就劉慧了 所以你現在在這邊談程序 這樣子啦 先來分開處理 先去把這個第五條弄完 好 然後其他的東西 我們現在是再來談 找個 我們這樣子啦 我們七十一條之一 的 的 這個程序 該如何進行 我們另外再找一個時間 再來協商 就是他講的 好 好 好 不是啦 因為在這些進行討論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 當你們在講話的時候 我都靜靜的坐著 我都聽完 大家都講話 然後我手一直舉 確定沒有人要發言 我才講話 所以我剛剛講一半 那林委員又有意見 我 我這樣講好了啦 因為今天院會 還有時間要處理嘛 所以我提議啦 今天沒有討論完的事情 是不是到禮拜五上午的時候 我們繼續討論 我們先以院會為重 然後把該處理的事情 實質上面處理完 這些程序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繼續討論 那我們 這個七十一條之一 我們 下個禮拜五 再來進行 一些意見的溝通 上禮拜五那個 是有協商的 兩案子啦 好 好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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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